台中檢疫 去哪裡跟朋友借錢 檀子喔 台中檢疫 開錯了 國道警察攔查可一丘兩 原來是導航導錯了要到台中檢子 卻開到國道河美路段 但警方查詢小電腦不得了 這名男子其實是居家檢疫對象 你那個居家檢疫的咧 居家檢疫電話 你自己的咧 應該乖乖待在家卻開車出來 還趴趴走 國道警察有點挫 口罩一刻不敢拉下來 邊調閱男子身份資料 邊聯繫高雄市衛生局 所長有說有跟我們聯絡了 有跟我們聯絡 警察在幾點之前一定要抵達他住處 不然要重罰 現在回去罰得少再不聽勸 就是百萬重罰 離開前遠景與眾心腸 人家會在你家等你 你自己的人生自己決定 你自己要趕快回去 好 上次從20號從香港入境 被限制住居在他的家裡 自住大概7點半的時間 去台中尋訪朋友借錢 高雄這名男子20號從香港返台 應該在家待滿14天 結果23號晚上7點就擅自開車北上 9點多被國道警察攔下 10點左右回城 直到凌晨回到家 高雄到彰化離家路程超過90公里 不過衛生局是根據他善離時間計算罰金 小於6小時就得付出20萬元代價 離開家的時候呢 是將他的檢疫的手機放在家裡面 會讓我們在整個的採處過程當中 會依照這樣的情節作於亮處 衛生局一天查清兩次 男子利用空檔故意把檢疫手機放家裡 營造假象 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就能任意趴趴走 沒想到還是在半路被國道警察查獲 這下前沒借到還得挨罰後悔莫跡 記者 陳生意高雄報導 然後她去教授 我先來教授 你怎麼回答 我先來教授